画面中一头猎豹和一只小羚羊呆在一块 此时 小羚羊的妈妈正好在一旁焦急地观察着 但又没有能力救自己的孩子 真是急死了 猎豹也不杀死羚羊 小羚羊也不敢动 这猎豹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难道是他可怜小羚羊吗 猎豹用爪子拍打着小羚羊 小羚羊只是轻微闪躲 小羚羊十分胆怯而又谨慎地看着猎豹 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因为他知道 他只要一跑 马上就又会被猎豹抓到 所以只能四肩动 听天由命 此时的猎豹蹲坐在小羚羊身前 一动不动 他此时仿佛肚子并不是很饿 突然 猎豹起身 将头伸向小羚羊 同样只是拍打几下 并用头碰小羚羊 动作十分温和 猎豹依旧没有大动作 小羚羊在猎豹的动作下 吓得连连后退 可见 小羊羊此时的内心是多么的绝望 他多么希望 他的同伴能前来救他 猎豹依旧只是轻微地拍打着小羚羊 小羚羊转身想跑 又瞬间被猎豹抓住 在猎豹的监视之下 小羚羊看来只能够束手无策 猎豹此时似乎并没有杀星 小羚羊四级逃走 奈何又迅速被带住 难道面对猎豹 小羚羊没有一丁点的机会了吗 小羚羊一次次试着逃跑 但是都于事无 再加上小羚羊左腿上有伤 恐怕小羚羊是凶多吉少了 此时的猎豹终于露出了獠牙 开始去咬小羚羊 它咬住小羚羊的脖子 但随后又松开了 猎豹恐怕仍然还只是处于玩耍的状态中 它目前只是将小羚羊当成玩具 果然猫科动物就是贪玩 终于猎豹叼着小羚羊 来到草丛中 小羚羊被暗倒在地 接着猎豹又叼着小羚羊来到树上 突然小羚羊不慎从树枝上掉落 然后又再次被猎豹叼到树上 此时的小羚羊已经筋疲力尽 奄奄一息了 看来小羚羊今天注定是要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了 真是太可怜了